下一个单词叫做chastise 读一读这个单词 叫做chastise chastise这单词表什么呢 叫做严惩惩罚的意思 大家看这个单词 叫严惩惩罚的意思 等于谁呢 等于咱们在很早以前学过的一个惩罚 叫做punish punish可以写在他的旁边 做一个替换 替罚惩惩 语气加重一些 ise呢是动词后缀 ise是动词后缀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呢 我建议大家通过一个联想去记了 因为这个词晚上会给你摔这个词根 就通过词根记不太好记 通过联想句你看怎么惩罚他呢 叫做通过拼去拼 就是x x死他 你可以这样想一想 x死他 是吧 x死他 这个叫做chastise 你想想小的时候 有时候作色题的时候 这个班主人拿那个教官 实际统领 咔 统这儿 特别疼 x死他叫做惩罚严惩 提罚 叫chastise 有一个词跟大家放到一块 叫什么呢 叫做chastise 这个t就没有发音了 但它俩同一词 都是x死他 x死他就是惩罚 你看chastise 还有chastise 一言咱们应该知道 一言就是什么词后缀 一言是动词后缀 对不对 chastise 这个词 你看也是x死他 也是提罚 惩罚 咱们想想小的时候 没有被初中老师 和小学老师提罚过 你想想有时候打点啊 拿东西 这个这个捅你两下 这个就是动作 这个叫做chastise 那么把这个词 跟我给大家说一下 你看一看 chast chast 它和cast呢 这个是同根的 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的 注意啊 表示的意思叫做pure 叫纯净 啊纯净 所以你会发现 从这到纯净 差得特别远 而且没有基础 似乎能锁上 所以不好记 不建议大家通过 纯净跟惩罚有什么关系 这什么叫做惩罚 就是加强嘛 使之不断使一个人 变得干净嘛 怎么才能变得干净 就不断修正他的错误 为了咱们小的时候 比如说你有什么 咬指甲这个动作 你把光给一个耳光 光把打下手 就不断去惩罚它 使它变得这个干净 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恶习 所以但是你要这个 通过纯净去记的话 你会发现它俩长得特别远 差得特别远 不好记 所以咱们就通过一个联想 叫chastise 还有chasten 那咱们来看看下面 还有哪些派生词 这个我说一说 第一个词叫做chaste 第二个叫做cast 还有一个叫castigate 大家把这几个词放在一块 你看第一个词叫做chaste 第二个词叫做cast 第三个单词叫做castigate 第一个单词叫做chaste chaste这个词就取词根的本意了 叫什么呢 叫做纯洁的 真洁的 强调的就是我们说 没有失去真操的 这种很纯洁 真洁的 叫做chaste 下一个词叫做什么呢 叫cast cast cast这个单词 它跟那个全体演员表演 咱们看美剧的同学回忆回忆 是不是电影结束之后 有个叫全体演员表 叫cast 但这加了个e 跟它不一样了 这也是来自于纯洁 它强调什么呢 叫做阶级 种族阶级 有指印度社会当中的阶级 社会阶级 也是这个阶级当中 它所有的种全是纯净的 都是确实都是纯种的 没有串种的 叫做纯种的这种阶级 通过纯净去记 叫做印度社会当中的阶级制度 阶级等级 那么这里面也有个谐音技法 你可以通过这个谐音去响应 就是卡死它 没到这个级别卡住 不让它上 卡死它 你这样想也行 叫做阶级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castigate castigate这个单词呢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表示 叫做谴责 谴责刚才讲了一个词 还记得吗 审查员谴责 怎么说 审查员 sensor sensure 再来一遍 sensure 叫严厉谴责 谴责 第二个意思也表示惩罚的意思 等于谁 chaster chason chastise 惩罚或者叫谴责都行 惩罚或者谴责都行 那么这里面这个词呢 它也是来自这个词根 你看castigate 还如果通过词根解释的话 还是来自于干净这个词根 ig是来自于谁的变形 ig是来自于ag ag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词根非常短 行动吧 是act 对不对 这也是去行动 是一个人干净 所以也叫惩罚 也叫惩罚 但这个castigate 如果通过词根记 还是不好记 第二个 马上说一下 通过联想怎么去记 通过联想这样记 cast想要扔 因为cast这个词 它本身在这个大学四季当中 也有这个词 是一个基础词 叫做扔 除了表示全体演员 也表示扔 投掷的话 把我扔到哪儿去惩罚 后面讲的gate 的大门 把我扔到门口去谴责 扔我到门口 扔到门口去谴责 你看咱们有的时候 上自习课 就是说话的时候 老师一般会把你拽到门口 来你给我出来一趟 臭罢你一顿 光光给了耳光回去 当然这做法是不对的 是吧 是要知道 把我扔到门口去谴责 cast它是阶级 chased 这是什么呢 叫做纯洁真洁的 两个动词 cast它的两个动词 叫做惩罚提罚的意思 惩罚提罚的意思 好了 好了 那么这里咱们来看 刚才说的这个cast 它还有第二个意思 这个词跟第二个词 就表示什么意思 第一个词刚才说叫纯净 它第二个意思就表示扔 throw 就是取这个本意 cast本身就是投射扔的意思 那么下面有哪几个词 我们说一下 第一个叫overcast 第二个叫downcast 下一个叫做outcast 把这三个放到一块 来看一下 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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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名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词overcast overcast 大家看这往哪扔 方向是往上 这样一个动作 大家注意 这个词发生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抬头看看天空 你看看说 it's overcast today it's overcast that means it's gloomy today it's not sunny today it's cloudy today 叫什么叫阴天的 it's gloomy today 抬头一片阴霾 大家可以看 有的时候看看天空 是吧 叫做overcast 阴天的 阴天的 overcast 还可以表示人 叫什么叫忧郁的 也行 阴天的 忧郁的 咱们就这样会说 这个是什么 什么忧郁的气质 忧郁的也行 阴沉的感觉 downcast是往下扔 滴下去的感觉 这叫什么呢 叫沮丧的 沮丧的之前 我给大家讲过 你看看 讲过这样一个词 还记得 你看这俩造词是一样的 这往下扔了 deject 还记得旁边 让你写了一个单词 叫depress 沮丧 ject也叫扔 往下扔 这俩造词是一样的 都是往下扔 就是心情低落 垂头丧气的感觉 你看咱们这样一个动作 叫做沮丧 单词是形容词 沮丧的 dejected 等于这个词 单词是动词了 deject动词了 抬头是忧郁 低头是沮丧 你就不管抬 往上扔往下扔 没一个好词 最后一个词 是往哪扔往外扔 这个意思也比较直接 叫被逐出的 被驱逐的 驱逐的 被逐出的 名词就表示人 被逐出的人 被驱逐的人 叫做outcast 把这三个cast 跟扔有关的三个词 放到一块 阴天 沮丧 deject dejected depressed 下一个词叫做outcast 叫做被逐出 被驱逐的 好了 那么这里面 这个单词就彻底结束了 不说了 好 让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chauvinism 读一读 沙文主义 这个沙文主义 这个意思是我们 就是执意过来的 应语词了 或者叫做侵略主义 或者叫做极德爱国主义 盲目爱国心都行 这样的翻译方法 都不太一样 因为这是外来语 但是从法语界过来的 那么简单解释一下 这个也是没有其他的派生 就是说什么呢 说这个沙文主义 这个词呢 其实强调的是 这个拿破仑手下 有一个士兵叫尼古拉沙文 由于他不断极力推崇 拿破仑这种 激烈扩张政策 鼓吹法兰西民族 是全世界上最牛掰的民族 所以说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推崇 吹捧受到拿破仑的嘉奖 用他的名字 沙文嘛 这个人叫尼古拉沙文 用他的名字 来命名了这样的一种精神主义 ISM 还记得吗 还记得虚无主义 怎么说吗 孩子们 虚无的特点什么 没有山嘛 Nihilism 怎么写 Nihilism 对不对 叫做Nihilism 这是chauvinism 所以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说得很快 这个大家知道 还是来自人民就行了 叫做沙文 其实他不断推崇 这种侵略扩张嘛 所以我们叫侵略主义 叫盲目爱国心 他觉得好像对于法兰西来说 是一种爱国 但对于别的国家来说 这是一种侵略 这叫做chauvinism 那么这个词稍加变化 你看前面加一个mail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单词叫什么意思 我问的是 这个单词 而不是一个前缀 对不对 这个单词叫做雄性的 男性的 他如果作为前缀 作为词根来讲 对不起 作为词根来讲 表示叫恶意恶毒的 那如果说叫做 male shamanism 他表什么意思 叫做男性侵略主义 就是我们所说的 叫大男子主义 叫做大男子主义 叫做male shamanism male shamanism 这大家了解一下 男性侵略主义 那么有一个 稍微难一点的词 叫做jingleism 这如果要考SAT 和JRE的同学 可以了解一下 jingleism 考SAT和JRE的同学 可以了解一下 jingleism 这个词呢 如果咱们执意过 你看这叫沙文主义 那这叫金歌主义 这个呢 他俩同一词 我先说一下 同一词 都表示叫做 沙文主义 会叫做盲目爱歌心都行 为什么叫异成金歌 也是一个音译过来的 就是说 这个到了这个 这个供应们之后 你看这个英国迅速崛起 咱们说叫日不落 对不对 所以说英国人 他管这个 这个沙文主义的别称 他们叫金歌 他们管沙文这类人 叫做金歌主义 所以但他其实 本质上还是一样 都强调的是 弃略扩张 你看也是小小的一个英国 在全世界的殖民国 为什么咱们说英国人 总有一种 觉得自己是贵族 我觉得自己是有一种 有一种这样的一个 我们当年的老祖 都留下来的东西 那可是不一样的 你们美国 那是爆发后的感觉 是吧 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于美国人 大家知道 也就是因为他们从小 很小的国家 他们全世界 你看那么多殖民地 也是一种 弃略扩张 金歌主义 它是来自于英国人 管沙文主义的一个别称 这个考章出现 我了解一下 记住 是弃略主义就完了 好 看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 Sheverous 读一读这个词 叫做Sheverous Sheverous叫什么呢 叫做有武士风度的 或者叫狭义精神的 有绅士风度的 大家看一下 这样两个词 叫Sheverous 那么这个单词 通过谁去记呢 我先说一下 如果咱们这个男同学 你要经常去夜店的同学 看看啊 有一个酒叫 知华氏 Sheverous 对不对 C-H-I-V-A-S 你要知道这个酒 就比较好记 就知华氏嘛 谁喝的那个酒 都是武士侠义 绅士们所喝的这个酒 那么我说一下 它的名词呢 叫做Sheverous Sheverous 就是它的名词形式 叫做绅士风度 或者叫做什么呢 叫做武士精神 侠义精神都可以 叫做Sheverous 它里面出现了一个词根 就是这个VAL VAL呢 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的意思 叫做strong 它确实有一个意思 叫价值 叫value 它有这个意思 但咱们现在说一下 它第二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表示很强壮 叫做strong的感觉 所以你看 不管是绅士 还是武士 还是狭义 它们都有一种 很strong的感觉 那么这里面 咱们怎么去记它呢 就通过拼去拼 前半部分就通过拼去拼 就是持 因为这前面 我能不太好写 保持持持 保持很强壮的一个状态 你看那些大侠们 消风你看郭靖这种感觉 不是说特娘 特娘的那种 不是那样的一种感觉 这个叫做chivory 保持强壮的感觉 如果咱们看NBA的男同学呢 咱们会发现 有一个词 大家应该你也认识 叫做cavalier 骑士嘛 有印象吗 这个词 cavalier 也是这个词 你要喝酒 就是刚才说知华士 也是来自于这个词 这个词根 骑士也是勇猛的人 强壮的人 所以你要认识cavalier 那就更好了 看NBA的同学 所以这个VAL知道 表示的是强壮 有价值 有钱有势嘛 一个是价值 一个是表示身体上的一种强壮 有气魄的感觉 保持强壮 叫身世风度 它下面也有一些派生词 我马上给大家说一下 看有哪些词 第一个词叫做valier 第二个词叫做valier 第三个单词叫做 叫做convalier 第四个叫做invalier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词 来看一下这几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valier 第二个词叫做valier 形容词 名词 动词 最后一个名词 它也是形容词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词 第一个单词叫valier valier valier呢就取这个 下意的特点 叫什么 叫做骁勇善战的 勇敢的 英勇的 我在之前给大家讲了一个词 英勇的怎么说 叫胆大吧 胆怎么说 求是豹 胆是高 还是叫做G-A-L-L 那么胆大的怎么说 用英勇的叫gallant G-A-L-L-A-N-T 回忆回忆这个单词 大家同意的 这也是一样 来自于狭义的特点 很强壮的叫 英勇的骁勇善战的 第二个词叫valier 这俩放到一块 它同意的 它是名词 叫做勇敢 英勇的意思 那它的形容词后面加O-U-S 就可以了 叫valierous 就是valierous 就可以了 叫做英勇 勇敢的意思 valier 下一个词叫做convales 这个词后续还记得吗 后续当面跟大家讲过 再来一遍 叫做逐渐怎么怎么样的 还记得吧 它的名词变成家常 ESC-EN-C-E 形容词是ESC-EN-T 对不对 青春期下那个词 逐渐成年 还记得吧 叫逐渐怎么怎么样的 这个后续 又来一遍 逐渐强壮 记住这个解释 逐渐强壮起来 记住这个解释 逐渐慢慢强壮起来 叫做什么 叫做恢复 康复的意思 recover 恢复康复的意思 你看一点一点 身体强壮起来好了 好 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invalid 注意啊 这个词呢 其实本身在基础词乎里也有 因为咱们学过有效的 叫valid 有价值的嘛 强壮的叫有效的 比如说有效的合同 读成valid 那么invalid呢 如果终于在第二节 invalid就是无效的 叫无效的 但注意这个里面 在国外考试当中 考过一个名词的意思 读成invalid 它这边取的 就第二个意思 你看叫不强壮 叫做病人 patient 你看不强壮 病人虚弱的 说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有效 有价值和没价值 这个就是比较简单 因为它本身也是 四千的词汇了 这不在我们 涉猎的范围之内了 但这要知道 叫invalid invalid 要明白一下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 这个有效无效 还要表示叫什么 叫不强壮 叫做虚弱的病人 病人这个词 有这样的意思 名词叫读成invalid 好了 那么这几个词过一遍 就擦掉了 看看 第一个 先想想看 NBA的cavalier 知华是chievous 跟武士骑士有关 所以叫保持持持 强壮这个词 叫做什么呢 叫做绅士风度 保持绅士风度 强壮的 valid 英勇的valid 英勇 名词 逐渐强壮 这叫恢复 恢复这个词 那我们说表示骑士 还有这样的一个词 大家看看 作为一个同一词 叫什么呢 night k n i g h t 通过夜晚去记就完了 夜晚叫个k 夜晚出没的 你看一看 咱们别犯成盗贼了 这词也叫什么 叫做骑士 加个ry之后呢 叫nightly 名词加ry嘛 也变成形容词 friend friendly 这是一个道理的 名词加ry变成形容词 也叫骑士精神的 也有这个意思 其实我们所说的 这个骑士精神 其实就我们金融小说当中 所说的这种 这种狭义精神 是一样的 如果咱们中国和外国的英雄 叫做办法不一样 外国叫骑士 咱们中国叫做大侠 大概都是一样的 叫nightly shiverous nightly 好 这单词到底不说了 好 结束 好 看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 choreography 叫做舞蹈 舞蹈这门艺术 舞蹈学 舞蹈这门艺术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 来也是主要作为一个 阅读认识就可以了 graph这个词根 咱们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我说graph表什么呢 说写呀 刚才咱们讲过 还记得吗 记录声音的 叫留声机怎么说 phonograph phone 声音开到那个词 那么这里面 它出现了一个词根 就是chore core表示的是 这个表示就是两个意思 要么表示唱歌 或者表示跳舞都行 这是法语词根过来的 唱歌或者是跳舞都可以 那么所以今天就是写 用舞蹈续写你的人生 这叫做舞蹈 那如果说choreographer 把y去掉加个er 就是舞蹈家 咱们叫杨丽萍 咱们看春晚大家都看到了 咱们叫杨丽萍 这样的人叫做choreographer 你可先不要介绍说 杨丽萍 is a dancer dancer是伴舞的 你像给弄到三里屯夜店里那些 那这不一样 不一个level的 大家知道 choreographer是舞蹈家 像金星 这样的人 这叫做choreographer choreographer跟唱歌有关 或跳舞有关都行 那你看 第一个叫chore 下面还有我们说叫做chorus 补充两个词 咱们可以看看 作为一个阅读的补充 这个咱们在读书的时候 在学校里能碰得到 这两个词 chore叫做什么 唱诗班合唱队 在学校的唱诗班 叫做chore 还是跟唱歌有过 chore 原因变了一下 叫chorus也是一样 唱诗班合唱队 合唱队 这个还可以表什么呢 就是咱们组阅 看演唱会的时候 你会发现 演唱会的时候 这个主唱在那里唱 还有两个男的 或者是两个女的 在一边 干嘛呢 叫合音 用的也是这个词 叫chorus 合唱团 chorus 都是跟唱歌有关 choir chorus choreography 跳舞和唱歌有关 舞蹈这门艺术 好了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 到这里也是一样 不多说了 结束 好 我们来看下边 下一个词 下一个单词 叫做circumlocution 大家读下这个单词 叫circumlocution 叫做累赘的陈述 迂回的说法 迂回累赘的陈述 我们来看一下 迂回累赘的陈述 那这个词 你看 写完之后你会发现 哪个地方有迂回 给你一种很迂回的感觉 迂回的感觉 是不是circum circum作为前缀来讲 表什么呢 它其实就来自于circle 绕圈这个词 circle这个词 它作为前缀表示around 就是环绕 绕圈这个词 circle这个词 那么第二部分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词根 就是个loc loc和log 还有就是loqu 这也是来自于希腊词根 表实的意思就是说 speak 它是跟说话有关 你看 咱们第一天给大家讲的词元通假 可 格 和 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三个字幕 所以说 绕着圈说 名词后对吗 就是迂回累赘的陈述 把这几个放到一块 好我们来看看下面有哪些排成词 第一个 第一个 loquacious 第二个 obloquy 这个loc一定要认识 下一个叫做colloquy 下一个叫做celiloquy 好下面还有 叫做eloquence eloquence 这些形容词了 下边叫做allocution sorry 下一个 interlocution 这个log为什么要说 咱们以前给大家讲的 通过dialog去记 对话那词去记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来看这几个词读一读 第一个叫loquacious 第二个 obloquy colloquy soliloquy 终于在l头上 soliloquy 下一个词叫做eloquence 形容词 这三个词都是名词 然后这边 interlocution 名词 好了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之前给大家讲过 但它在本名课上非常重要 所以又拿来说一遍 后缀再次回忆 acious作为后缀来表什么呢 叫做 什么什么东西很多的吧 什么东西很多呢 话多的 又来一遍 loquacious 话多的 然后是话多的 好 看下一个词叫obloquy loquy呢 这是跟说有关 ob之前讲过没 我说过再讲一遍 ob有两个意思为前军 因为前后罪就这点 咱们基本上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你看这几个小说里面 咱们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ob作为前军来讲 要么是加强 要么是相反 要么加强 要么相反 那这道具加强还相反 你看这词的汉语意思就完了呗 它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诽谤 诽谤 所以ob必然取的是相反 against 就是反对你的话 叫诽谤 大家还记得 咱们刚才讲了一个诽谤 叫什么 之前讲过一个诽谤 叫做calumny 开了你 还记得这个词吧 是不是也是诽谤你啊 calumny 大喊一声 对你大喊 you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骂人的话 这种感觉 叫calumny 叫诽谤的意思 又来一遍这个词 忘记就写在它旁边 下一个词叫做colloquery colloquery是怎么说呢 是不是一起啊 COL表示共同一块 你看看 一起说 这叫什么呢 叫做谈话 闲谈 谈话闲谈的意思 叫做chat talk 这种感觉 大家一起说一说谈话 但这个形容词用的 比较多一些 就是我们说的colloquery 大家可以写在旁边 就把y去掉 加一个ial 叫做口语的口头的 比如说说个短语 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说你可以写在旁边 就colloquery language colloquery language 就是我们叫做白话 就这个意思 你看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 没有人说 咱们生活当中跟朋友聊天 就是说知乎者也一顿蹦 这几个人就有病了 所以一起聊天 这叫做谈话前谈 谈话的时候叫做口语的口头的 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说colloquery style 叫做口语的风格 是吧 白话 colloquery language 这要明白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 selliloquery 还是名词 你看这怎么说 就都通过前面去区别 so这个地方 sol表示的是单一一个 咱们以前学过 是solo者 什么意思 是不是独唱独奏 独奏嘛 所以记住我的一个解决 一个人在那说 你看 selliloquery 中文在第二眼界 叫做自言自语 单独自己在那说 selliloquery 自言自语 selliloquery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 elloquent elloquent 那一方向是哪 向外 说出来 这样能说出来 那这表什么意思呢 表示我们所说的叫做 说出来叫什么 叫做 叫做 经常往外说的 就是比较善于表达的感觉 叫做口才好的 雄辩的 口才好的 雄辩的 叫elloquent 它的名词就是ce结尾 就是口才 elloquence elloquence ce结尾了 elloquent 口才好的 往外说 三部分造成 你看有人滔滔不绝说起话来 滔滔不绝往外说出来的 叫做口才好的 最后一个叫interlocution 你看inter叫什么 刚才说过 叫相互之间吧 相互之间说 就是dialogue 对话 相互之间 interlocution 读一读 interlocution 你一句我一句 叫做对话的意思 dialogue 我在之前还给大家讲了 这样一个词 来回忆一下 看还有没有印象 叫eulogy 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eu还记得什么意思 you 说好啊 说好话 叫什么意思 送词 有印象吗 叫做送词的意思 表扬的话 当然这个词又有什么意思 又表示道词也是它 因为道词也是表扬 你不能说一个人开学道会 这人躺住你 大家一人骂 一人骂两句 那人骂我骂活了 道词也是表扬的话 所以这个词两个意思 一个是送词 一个是道词 送词和道词都行 所以说这个localogue localogue 这都是跟说有关 书上这个词 咱们再读一读 叫circumlocution 绕着圈迂回 累赘的陈述 是跟说有关 好了 那么这个词到这里